Papa, we are all f***** 如果你对人工智能的认知 还停留在ChatGPT的话呢 你一早就out了 大多数人对人工智能的认知 还以为他只是帮我们 提高一下生产力那么简单 其实AI已经发展到 会取代我们95%的人的工作了 所以在这条影片里面 我会给大家看到最新AI的发展 并且我们会大胆地预测一下 2025年AI的发展 并给你一条唯一的出路 所以大家记得要留心听哦 那当Papa开始深入研究 2025年即将发生的事情的时候呢 他以为他能够做出预测 然而他错了 大错特错了 实际情况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宏大得多 以下立刻为你详细的介绍 在分析了所有关于 2025年人工智能趋势的热门影片 资讯长 科技创办人以及顶级投资者发布的报告 并且梳理了那些还无人谈及的关联点之后呢 我们着实对25年将会发生的事 感到震惊啊 这绝非又一次的普通科技更新 而是人类正步入一个新的时代 这样子的见证 真的是一辈子一次啊 所以我为此专门花了大量的时间和心血 去研究 让我马上的带你看看 全球顶尖AI的大佬们 他们所遇见的2025年 即将会发生什么重大的变革吧 记得系好安全带咯 大家还记得 Sam Altman 当初暂停了GPG4的发展 是因为他看到了 这会开启AGI吗 对于AGI 很多人都好像很惧怕他 因为很多人都不想 人工智能发展成有智慧的生物体 到时候的话 他有可能会觉得人类碍事 并且是不听使唤的 可是原来当时Sam Altman 他担心的跟2025年AI的发展相比 当初的担心只是小菜一碟 哇 连Sam Altman 这么谨慎的一个人工智能的专家 他就这样来描写 那我们可以想象 肯定有很多很多人工智能 对我们的影响 我们现在普通人是难以想象的 所以我们千万不要低估 人工智能对我们的生活的冲击 甚至是颠覆我们整个世界 那你知道吗 另外一个巨头 Elon Musk 在去年的4月预测 在一年的时间 我们会看到超级智慧的萌芽 而谷歌的产品团废 已经在去年12月 做出了这个产品了 太疯狂了 大家有没有看到 AI的发展的速度 是超过了就算最乐观的 Elon Musk 他的预测 难怪Elon Musk 这个人 平时很小气的 你看他对他的儿子 他的老婆 一点钱都不给的 现在都要劝美国的政府 要考虑给所有的人 一个基本的收入 什么叫基本的收入啊 就是什么事情都不做 每个月都有收入 可以从政府那里拿到 那为什么要有这一个 不做事情都有基本的收入呢 就代表他已经看到 可能是95%的人的工作 会被人工智能取代 以后是没有工作了 那当然现在Elon Musk 这个想法只是一个概念 以后美国政府会不会给 每一个人最低的收入呢 美国政府现在已经欠了 这么多的债 以后有没有这个能力呢 如果你像我们一样 不是住在美国的居民 有没有这个福利呢 那当这些工作消失之后 我们是靠什么来生活呢 这个危机 我们一定要居安思维 慎重的来考虑哦 要不然有一天我们醒过来 我们的工作消失掉了 到那个时候再变 那就太迟了 想象一下 我们只会打字的 还能找到工作吗 当然除非你是在 跟香港政府打字的 现在还有好多名打字员的工作 在香港政府那里 但也不保证 有一天像Elon Musk 这样的人来帮香港政府 削减开支 这些工作也会消失掉 这些老人家 还能找到什么新的工作呢 所以我们要趁年轻 还能学到新的东西的时候 赶快转型 那跟大家科普一下 AI可以分为五个层叠 就好像我们人类上学一样 你想象一下 本身它是一个baby 如果不断的数据训练 它就可以做到更加多的事情 那它的幼儿园就是第一级 就是最广为人知的ChatGPT了 当时你可能觉得它回答的那么不精准 但是其实当时它只是在幼儿园 在短短的一年 那它已经完成小学 晋级到中学了 那小学的时候呢 它已经不单只是简单的回答问题 它是可以推理了 哪些数据合理 哪些数据不合理 可以给你一个更精准的答案了 而到了第三层 到了代理的阶段呢 它已经是可以取代人去做一些事情了 给大家一些真实的例子吧 第一个代理呢 它去了亚马逊的网站 并且搜了一圈之后呢 发现某一个卫生纸性价比最高 那它就付款 并且完成了购买的整个工作 那另外一个agent呢 它就演了Pizza 也是顺利的付款并且完成工作 那第三个代理呢 它就找了另外一个代理 叫它帮它设计一个广告 并且是完成了推广的工作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现在的代理已经是一群 好像天鹅一样去行动了 而不是单单一个代理单打独斗 这一群代理一起合作 是可以比一家公司更厉害 因为它们是全天候的为你工作 并且是更快的去学习和执行 那这个现象被彭博社和红杉之本 形容为集群 而2025年正正就是集群之年 2027年只是单一的agent代理 在处理一项任务 而2025年将会是一群的代理 组成的整个网络协同工作 有时候会合作 有时候还会竞争来解决问题 试想下这个场景 你将一个专案交给一群的AI代理 一个AI代理负责拆解问题 另一个负责研究解决方案 其他的测试不同的方法 还有一个负责监督品质 这一切都在瞬间完成 这并非科幻小说里面的情节 当下正在构造这样的系统 25年的自动化 在你开启它之前 不会有任何动作 而一旦开启 它将会一次性的完成 所有的工作 立刻的全部完成 所以高盛的CIO资讯长 最近打破了他所有保守的预测 他说他从来都没有见过这样的情况 这些AI发展的速度 甚至比他在亚马逊所见证的云端运算革命 还要快 他的研究表明 到了25年 我们拥有的不只是人工智慧的工具 我们还会有人工智慧的员工 想想看 就像你现在有人类的同事一样 到时候你就会有人工智慧的同事了 而最疯狂的是 许诺公司在20年的时候 已经悄悄的为这项转变去做准备了 25年 我们将会拥有混合型劳动力 也就是人工智慧主体加上人类 所以我们会看到一开始我们会是人用人工智能的工具来帮助我们增加我们的productivity生产力 但是之后会有人工智能和我们一起工作 再过了一下我们是管理一对的人工智能的工具人 到最后是人工智能的管理者去管理这些人工智能的工人 到最后这个老板人类把这群人工智能做出来的也会被消失掉 因为最后也会有人工智能的老板去请人工智能的高管去管理人工智能的工人 但是大家记得一点人工智能其实是不需要管理的 所以他们的架构会是更flat更扁平更有效率 那我们人做的企业也不得不转型了 但好消息就是人的创造力还是无限的 就像汽车的出现把纽约市一天之内惨麻死的那些工人工作完全消失掉 但是现在在纽约市还有更多的开敌市的司机 有一天无人驾驶把这些开敌市的司机取代掉 那他们如果是有创意的话又会从事下一个事业了 关键就是我们不能再依赖学校里学到的专业的知识 去一辈子应用打一份工 而是要不断的用我们的创造力去与时并进 并且是走在时代的前面 所以在这段时间我们利用人工智能能赚大钱 但是这个时间也不会很快 因为不久的将来人工智能会更好地利用人工智能来赚钱 所以我们要快哦 但关于25年的AI最疯狂的预测来自于谷歌内部 在24年的12月30日 谷歌的AI负责人说 我们正在直奔人工超级智能ASI而去 不是10年后也不是5年后 但他看到迹象表明这会更快地发生 谷歌向来在人工智能发展领域是最保守的发言者 当他们自己的AI负责人开始谈论超级智慧的时候 幕后肯定正在发生前所未有的事情 当你意识到谷歌在20年的12月宣布稳定量子未源 比原计划提早了整整50年 我们实际上已经在推进量子计算了 而谷歌在真正的量子晶片方面抢先一步 我们现在谈论的是跨越多个宇宙的运算能力 这已经成为可能了 那我来为大家总结一下 2022年的时候 ChetGPT的面试开始了人工智能的幼稚园 我们跟ChetGPT和其他的人工智能有对话了 我们给一个指令 他给一个答案 到了2024年已经发展到了AI agent AI的代理人 我们想象一下我们给了一个指令之后 那个AI就像一个人一样 帮我们去自动化地做一些事情 而且是能够完成的 2025年会是AI集群的发展 这个时候不是一个AI的代理 而是一群的AI的代理 像整个团队 整个公司一样的出现 那有调查显示 一个AI agent 它的产量是人类的25倍 所以大家想象一下 2025年之后 我们不能够再卖时间 因为AI的agent是不需要休息的 而且做事情要比人类快几百几千几万倍 我们也不能够再卖自己的专业知识了 因为AI学习要比我们快很多 我们念完大学得到的知识 AI可以在几秒钟之内学会 而且不像我们大学所学的那些已经是过时的 他们学到的是更及时的 所以在AI的年代 我们还要卖自己的脑力 像工业革命 灯气机和电力的出现 让之前用体力劳动的人和动物都变得没用了 今天的牛已经在草地上 晒太阳不需要耕田了 今天也不需要打字员了 除非你还是为香港政府 在打字的那几百个公务员 那剩下还有什么工作可以做呢 首先我们是在跟AI做竞赛 想象下如果我们是聘用一个人 把这个人替代成AI的话 那个AI会增加产能25倍 所以做老板的在这一段时间内 可以赚很多的钱 其实这样东西我个人也见证过 之前大陆还没有开放之前 很多的制衣和电子产品 是在香港的工厂生产的 后来中国大陆开放了 突然之间香港的老板把厂搬到了中国大陆 大陆的人工低很多 又能吃苦耐劳 所以香港的老板就会带一些 他们亲信的高层到大陆去管理这些工人 因为成本的降低 香港的老板们在90年代时赚到盆满博满 我爸爸就在那个时代也赚到一点点钱 到了2000年之后 香港派去大陆工干的那些高层就不用去了 因为老板已经在大陆找到更便宜的 而且是管理大陆员工更好的管理层 所以今天如果你还是在做管理的话 你也要居安市委 因为老板也会发现 AI的agent是不需要去管理的 他们会24小时非常积极的执行任务 所以管理层工作也会消失掉 那随着集群AI的产生 在很快的将来 AI和AI之间可以合作 可以一起赚钱 其实做老板的地位也会被AI取代掉 那最后剩下的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信任 品牌和关系 这个是AI取代不到的 想象一下今天这个视频是完全有数字人的 奇葩巴和阿菲娜来给大家讲 可能讲的内容还是完全的一样 但是缺乏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所以这个关系是不能被AI取代的 另外一个工作是不能被AI取代的 就是需要很多的参数 而且决定和结果中间又有很多的随机的应变 比如说我们去买股票 我们要考虑许多许多的信息 而做了判断之后 还有很多的突发的事情或者随机的事情 使到投资的结果涨还是跌 赚还是亏 跟我们做决定的对与错没有直接的关系 这样AI就很难从大数据里面得到很简单的一个关系 那如果大家还想知道多一点 在新的AI时代里面有什么工作还可以让我们去发挥的话 我为大家准备了一个更加深入的视频来探讨 特别是讲到学校没有教我们的五个赚钱的方法 因为今天的学校是产于工业年代 训练我们做更好的工人 更好的专业的人才 而这些工作全部会被AI取代 我们需要的就是在AI的年代里面利用AI 做AI做不到的事情 这样我们的收入就会大幅度的提升了 所以在AI的年代里面99%的工作会被取代 1%的工作会赚25倍以上 我们用上AI接上我们自身的价值 我们可以赚到的收入也会大幅度的倍涨 所以这个可能是AI的年代唯一的出入 大家可以在资讯栏找到链接了解更多 这个视频是现实免费公开给大家的 那帕帕 AI发展这么快令那么多人会失业 政府会不会叫停AI的发展呢 那这个人工智能的发展太快了 而政府是没有可能把它停止的 因为现在中美在科技竞赛当中 美国不做中国会做 中国要超越美国也会大力的投入 我们现在看的还是美国的AI的发展 因为美国在AI发展方面 还是领先中国一点点 但是中国在背后也是发粉的在追 我们看到中国以前在许多的行业和板块里面 都有后来追上弯道超车的例子 我不排除中国的人工智能也会在短期内 比美国发展的更快 给我们更大的冲击和影响 就像中国最新的Deep Seek人工智能 在许多方面已经超越了ChatGPT 而豆包的出现也使到文言一新有了新的对手 快手也推出了可怜 紧追了美国的Sora 哇那可见AI真的是改变我们的生活 工作方方面面啊 那么我弟弟Rich将会为大家留意 AI带来的投资机遇 而我就会帮大家密切的关注AI对于工作方面带来的影响 那记得订阅我们频道 不要错过我们的最新分享哦 那看到现在你给自己一个赞 也给我们一个赞吧 那欢迎大家在留言区告诉我们 你对AI的发展有什么想法 那我们下次再见咯